前几天呢分享了一个肉松小贝的做法 好多朋友在问肉松小贝里面的蛋糕胚是怎么做的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它的做法 准备4个鸡蛋 把蛋黄跟蛋白给它分离出来 蛋黄这里呢加入30克牛奶 先给它搅匀 然后再塞入30克低筋面粉 做蛋糕一定要用低筋面粉 它才松软 再次给它搅匀 这个肉松小贝呢 它跟七分蛋糕还是有些差别的 这里是不需要放油的 最后搅好的状态呢是这样子的 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就来处理蛋白 加一点点白醋或者柠檬汁 用打蛋器呢先给它打到大泡 然后就可以来加入白糖 这里是50克 分成三次来加 这蛋白啊我们给它打到一个硬性发泡 像这样子 拿起来有个尖尖的勾就可以了 然后舀一部分蛋白霜到蛋黄糊里面 先给它拌匀 接着再把蛋黄糊给它倒到蛋白霜里 再次拌匀 颜色拌到一致就可以了 不需要过度搅拌 过度搅拌它会消泡 再给它倒到裱花袋里面 裱花袋给它挤一个口 然后把这个面糊呢挤到烤盘上 烤箱设置170度烤20分钟 烤好了拿出来放凉 做好的蛋糕片呢 它是很松软的 我们先来这一面 给它挤上一些沙拉酱 然后把另外一块呢 给它盖上去 表面再给它刷上一些沙拉酱 然后就可以在肉松里面打个滚 均匀的裹上肉松 肉松小贝自己在家做是不是很简单啊 外面面包店一个卖到两块钱 自己在家里做 一块钱成本都不用 最主要是自己做用的食材 都是最放心的 小朋友吃的也安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